大家好,这里是勾制小课堂工作室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小熊遮阳帽 这款小熊遮阳帽,男孩女孩都可以戴 帽颜可以放平,或者是把它这样卷起来 都非常的好看 这个是我们没有缝和这个小熊配件 直接这样戴也非常好看 大一点的孩子或者是成人戴 我们就可以不用缝配件 如果是小孩子戴的话就缝上配件 这个帽子和我们之前出过的一款小黄人的帽子 勾法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可以参照这个小黄人帽子的勾法 将这个帽子的主体勾好 不同的地方就是帽子配件的不同 大家参照小黄人的帽子 将我们这个小熊帽子的主体勾好 我们来看一下小熊眼睛的勾法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勾法 这里我用乳白色线为大家演示 需要线材的姐妹可以搜索店铺 勾置小课堂工作室联系客服 手指带线 线头在中指上绕一圈 勾针穿过线圈 勾一个锁针固定 环形起针 勾针穿过线圈 在线圈里勾短针 新手朋友可以在第一针上标上记号口 勾针继续穿过线圈 在线圈里勾短针 第一圈一共在线圈里勾出六个短针 六个短针勾好之后将这个线头拉紧 接着勾针穿过我们刚才的第一个短针 在第一个短针入针 勾一个引拔针 接着开始勾第二圈 先勾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这针不算一针 在刚才引拔的第一针继续入针 勾一个短针 这是第二圈的第一针 新手可以在第一针上标上记号口 勾针还是继续穿过刚才的第一针 再勾一个短针 相当于在第一针里面勾出了两个短针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针目里面勾出来两个短针 第二圈的编织规律就是在 每一个短针里面勾出两个短针 第二圈一共是12个短针 12个短针勾好之后 就可以直接断线预留一定长度的线头 进行缝合 这是我们刚才的第一针 这是第二针 勾针从第二针穿出来 将这个线头带到织物的背面 接着勾针从最后一个短针针目 挑针目 内半针这一根线 将这个线头继续带到织物的背面 将线头拉紧 这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辫子 没有任何的接头的痕迹 这样我们一个眼睛就勾好了 一共勾出两个眼睛 线头可以留得长一些进行缝合 接下来看一下小熊耳朵的勾法 耳朵勾好之后这样子给它对折 对折好之后就是一个耳朵的形状 手指带线 线头在中指上绕一圈 大拇指捏住交叉点 勾针穿过线圈 勾一个锁针固定 环形起针 勾针穿过线圈 在线圈里勾短针 一共勾出六个短针 六个短针勾好之后将线头拉紧 耳朵我们采用螺旋编织的方法 不用淫巴 在我们第一针上入针 直接勾出来一个短针 这是第二圈的第一针 在第一针上标上一个记号扣 接着还是穿过刚才的第一个针目继续入针 在这个针目里面再勾出来一个短针 第二圈的编织规律就是在 每一个短针针目里面勾出来两个短针 第二圈一共是12个短针 大家自行将12个短针勾好 12个短针勾好之后开始勾第三圈 取下记号扣 在第一针上入针勾一个短针 这是第三圈的第一针 标上一个记号扣 接着在下一针上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就是在这一针里面勾出来两个短针 一个 两个 第三圈的编织规律是隔一加一 先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在下一针上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这就是隔一加一 第三圈一共是18针 开始勾第四圈 取下记号扣在第一针上勾一个短针 这是第四圈的第一针 标上一个记号扣 在下一针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接着我们就勾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然后在下一针上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这就是隔二加一 先依次地勾出来两个短针 在下一针上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这就是隔二加一 按照隔二加一的编织方法 将第四圈勾好 第四圈勾到最后还剩下一个短针 将这一个短针补齐 这一个短针和我们刚开始勾的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形成了完整的一组隔二加一 开始勾第五圈 在第一针上勾一个短针 这是第五圈的第一针 标上记号扣 第五圈的编织规律是隔三加一 先依次地勾出三个短针 现在已经勾出了三个短针 在下一针上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五圈按照隔三加一的编织规律勾到最后 第五圈一共是三十个短针 大家自行勾好 开始勾第六圈 还是在第一针上勾一个短针 这是第六圈的第一针 标上一个记号扣 第六圈在每一个短针上勾出一个短针 也就是第六圈不加不减的勾短针 接下来第六圈第七圈第八圈第九圈第十圈第十一圈 一共勾六圈不加不减的短针 耳朵勾好之后收尾的地方还是和眼睛的地方是一样的 按照规律勾出两个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小熊鼻子的勾法 手指带线 勾针放在线的下方绕一圈打一个活结 勾针挂线带出勾锁针 一共勾出七个锁针 七个锁针勾好之后 在倒数第二个锁针上 入针 勾一个短针 新手可以在这一针上标上一个记号扣 接着勾针还是穿过刚才的这个针目继续入针 在这针里再勾出来一个短针 接着我们不加不减的依次勾出来四个短针 四个短针勾好之后 还剩下最后一个锁针 在最后一个锁针里入针 勾出来三个短针 三个短针勾好之后 我们把织片向上翻转一下 开始在上面进行勾织 这是我们勾的三个短针 在三个短针左侧的这个短针上 在这个短针上我们可以看到 还剩下一根线 这是我们之前辫子上的另一根线 每一个短针上面都对应了一根这样子的辫子 接下来我们就是挑这一根线进行编织 依次的先勾出来四个短针 四个短针勾好之后 在最后一个这个辫子上面再勾出来一个短针 这样第一圈就勾好了 可以在第一个短针针目里面勾一个引拔针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圈的编织规律 第一圈左侧这个辫子上勾了三个短针 右侧这个辫子上勾了三个短针 中间是四个短针 上面也是四个短针 第一圈一共是14个短针 开始勾第二圈 先勾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这一针不算作一针 在刚才引拔的这一针上入针 勾一个短针 这是第二圈的第一针 标上一个记号扣 接着勾针还是穿过刚才引拔的这一针 在这一针上再勾一个短针 相当于在这一针上勾出来两个短针 接着在下一针上勾出来两个短针 勾好之后 我们接着依次地勾出来四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四个不加不减的短针勾好之后 又到了这个拐角的地方 这个拐角有三个短针 分别在这三个短针上都勾出来两个短针 一共勾出三组短针的加针 在这三针上每一针里面都勾出来两个短针 这里我们一共勾出了三组加针 一组两组三组 勾好之后 在这边依次地勾出四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还剩下最后一针 在最后一针上勾出来一个短针的加针 勾好之后和第一个短针做一个引白连接 这样第二圈就勾好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里勾出了两组短针的加针 再次勾出两组短针的加针 再算上我们最后的这一组短针的加针 一共是三组 这样左右两边就对称了 和第一针做一个引白连接 开始勾第三圈 先勾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接着在引白的这个地方继续入针勾一个短针 这是第三圈的第一针 在这一针上标上记号扣 在下一针上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这就是隔一加一 先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上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接着我们再勾一组隔一加一 先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上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这里就勾出了两组隔一加一 勾好之后再不加不减的勾出来四个短针 四个短针勾好之后 我们在这边拐角的地方勾出来三组隔一加一 先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然后下一针上勾一个短针 接着再勾第二组 先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再勾一个短针 开始勾第三组 先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就勾出了三组隔一加一 拐角三组隔一加一勾好之后 再勾四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四个不加不减的短针勾好之后 还剩下两个短针 在这两个短针上分别再勾一组隔一加一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下一针上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这样一组隔一加一就勾好了 加上我们前面最开始的两组隔一加一 一共是三组隔一加一 这样左右两边就对称了 和第一个短针做一个引拔连接 开始勾最后一圈 先勾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在引拔的第一针上勾一个短针 这是这一圈的第一针 标上一个记号扣 在下一针上再勾一个短针 这里依次的已经勾出了两个短针 接着在下一针上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这就是隔二加一 先勾出来两个短针 下一针上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接着我们再勾一组隔二加一 先勾出两个短针 下一针上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这样就勾出了两组隔二加一 接着依次的不加不减的勾出来四个短针 四个短针勾好之后 又到了我们左侧拐角的地方 先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再勾出来两个短针 这是第一组隔二加一 接下来勾第二组隔二加一 先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接着依次勾出来两个短针 这是第二组隔一加一 开始勾第三组隔一加一 先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接着再一次勾两个短针 这样三组隔二加一就勾好了 勾好之后再不加不减的勾出来 四个短针 四个短针勾好之后 这边还剩下三个短针 先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接着依次的再勾出来两个短针 这样这就是一组隔二加一 和最开始的两组隔二加一 一共形成了三组隔二加一 左右两边是对称的 预留一定长度的线头进行缝合 就可以直接断线 机号扣这一针是我们第一针 在第二针上入针 勾针从织物背面穿到我们正面来 将线头带到织物的背面 在最后一个短针针目 挑它的内半针 挑这一根线 将我们这一根线头带到织物背面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辫子 没有任何的接头的痕迹 这样我们这个小熊的鼻子就勾好了 按照规律已经勾出了两个耳朵 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这个是鼻子上的装饰 一共勾出了16个辫子针 大家自己勾好 勾好之后预留一定长度的线头 进行缝合 把这个辫子针这样交叉 这就是我们小熊鼻子上的一个表情 用预留的线头把它缝合在这个鼻子上面 整理好之后就可以直接把它缝合在这个鼻子上 大家缝的时候只要缝了每关整齐就可以 没有具体的要求 边缝边整理 缝合好之后把线头藏在织物的背面 刚开始的这个线头用构针把它带到织物背面 将线头藏在织物背面就缝合好了 开始缝合这个鼻子 这是我们线头换线的交接的地方 把鼻子就缝在这个地方 将这个地方给它挡起来 找到合适的位置就可以入针进行缝合 在下一个短针针目里面 直接就入针 背面可以多空出来几针 还是从这个短针针目里面将线带出来 正面的时候我们就对应下一针进行缝合 按照这个短针的纹路缝合一圈 这是鼻子缝合好之后的样子 眼睛也按照相同的方法在短针这一圈上进行缝合 大家找到合适的位置 将这个眼睛缝好 开始缝合这个耳朵 将耳朵对折 在这个帽顶第六圈和第五圈中间的这个位置入针 将线戴进去 这个缝合没有具体的要求 大家怎么美观怎么进行缝合 这个耳朵给它凹一下 这款小熊帽子非常的美观大方 男孩女孩都可以戴 如果不缝合帽子上的这些装饰 也可以勾成大人的款式 需要同款现材的姐妹 也可以搜索店铺 勾置小课堂工作室联系客服 大家在缝的时候可以边缝 边进行比对 怎么美观怎么进行缝合 按照相同的方法 我们将另一个耳朵也给它缝合好 缝的时候尽量两边对称 勾置小课堂工作室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